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吕金奇神父 今天是长年期 二十五周星期二 也是九月二十一号 我们今年圣死马窦 今天的福音是这样子的 我们也是念马窦福音 那时候耶稣看了一个 名叫马窦的税务员 坐在税罐上 就对他说 跟我来吧 他只起来跟随了耶稣 耶稣在屋里吃饭的时候 有许多税务员和罪人 也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 一起吃饭 法利赛人看见了 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老师 为什么跟税务员和罪人 一直吃饭呢 耶稣听见了就说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你们去研究一下 我要的是怜悯 而不是自贫 是什么意思 我来的目的 不是召唤义人 而是召唤罪人 马道在准备 祭杀耶稣的言行的时候 他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去 清楚写出 他是税务员 为税务员来说 是令人讨厌的 特别在基民地当中 收犹太人的钱 给罗马人 而且一般老百姓 都不懂得税率是什么 究竟收多收少 大家都不知道 不过感觉上 就是收多了 一直对税务员 没有什么好感 因为他 逃靠罗马人 来欺压犹太人 耶稣选择马道 叫他来干宣网 这个很戏剧性 一句话 跟我来吧 他就起来 我们不知道 后面的故事 但是我相信 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税率 很不舒服的 被同胞指指点点 可惜 他被困在这个位置上 走不出去 离开水关 他可能没有 犹太人的朋友 离开水关 他一无所长 只能被困在水关当中 耶稣来了 叫他来跟随我吧 他多多少少 听到耶稣是谁 这个时候 是时候 离开这个位置 离开他不喜欢的位置 我相信耶稣 常常召唤一些罪人 常常一直病人 但耶稣叫你说 来跟随我吧 你愿意 抛杀一切 跟随他吗 抛杀你的所有的朋友 他只有 最厉害的朋友 没有犹太人的朋友 离开这个位置 他一无所有 你愿意为了耶稣 抛弃一切 跟随他吗 过一个新的生活 过一个 从来没有想过的生活 不过 不过肯定是平安喜乐的 你愿意吗 来跟随我吧 耶稣常常对你说的 让我们鼓起勇气 来去跟随耶稣 天真保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